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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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不好意思 今天開場我先用普通話跟大家說 因為我是從台灣來的 今年3月剛加入Piracy 所以我的廣東話還沒有看好 所以就很原諒我今天還沒有辦法用廣東話跟大家做介紹 所以今天的這個對談 會用一種很奇怪的方式 就是我用普通話來提問 然後Doris跟觀像志會用廣東話來回答 然後Anthony歐子堅會幫我們翻譯 就是普通話翻譯粵語 粵語翻譯普通話 所以首先很高興謝謝大家今天 禮拜一晚上來Piracy 聽我們這個突尾世界展覽系列座談的第二場 那我們這一場呢 主要就是請到兩位參展藝術家 觀像志跟黃慧妍來跟我們談一談他們的創作 那其實會找他們兩個來 其實會找他們兩個來 自己有一些比較私心 因為我跟Doris 是在2010年的台北認識的 那個時候我在做2010台北雙年展 然後Doris跟白雙犬是那一屆我們兩個參展的香港藝術家 然後那一次Doris就為我們做了一件作品是中醫醫診 就是他找了很多中醫師在我們開幕的現場 就是幫大家醫診看病 然後那一件作品就是在當時的雙年展 就是大獲好評 就是因為是用一種很日常生活的方式 就是來跟藝術做結合 那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對於Doris還有觀像志的作品就很有興趣 因為他們的作品就是一直都是用這種很日常生活的方式 來傳達他們對藝術的一些想法一些想像 請問大家聽得走我的普通話嗎 好 我覺得我很怕台灣式的那個國語不是很好懂 好 所以今天那首先我們就想先從這一次普惟世界展覽的參展作品來聊起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觀像志在前面魚缸的附近有一個石碑上面寫了就是like a dog這間作品 那我想說我想說先請上次跟我們聊一下就是當初當Anthony特朗人跟你提到這個展覽的主題跟他想做的展覽方向的時候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回應Anthony的提問呢 是 其實雲哲健最初找我的時候 那他就提過說是做一個關於中國國旨有關的展覽 那就是他剛才跟我提的時候已經有一種矛盾在裡面 就是究竟是是不是關於國旨還是自己的 另一個方向就是他自己個人的一個知識就是一種 對於一種羞恥的一種認知 最初的時候我就第一次聽完他講之後就自己有一個提案 然後就直接做控制電網 那就說是對於…就是他跟我解釋那種羞恥的事情 可能是關於國外術家覺得自己做不了什麼 那我就說不如… 還有他有時候在煩惱因為煩惱的展覽怎麼去拆展 那他就覺得自己很用 他在電郵裡面的電台這樣 就是有時候他會用這個電郵的電台 跟我或者是同一個電台上去談 就是關於展覽作品的訪問 那他就提到他自己處於一個這樣的狀態 那我就覺得爭奪了 大家都在一個這樣的狀態 然後大家都在一個共收費的狀態之下 然後就一起寫了他就算了 那我就提到說那個死的方式 就不如他去潛伏死這樣 那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看電影 然後就模仿那些日本的武士片 或者那種方式那樣 就拍…就是做一個石碑這樣 就是紀念我們一種收費的感覺 覺得自己做不做成這樣 然後就在那個石碑面前 就拍一個潛伏自盡的表現這樣 那開頭的時候就是提議一個這樣的方案 那但是我的電影就很快就不想做 那原因就是… 就是不想做那個石碑出來 因為我感覺上就好像… 要做一個石碑去紀念一個這麼無謂的事 就是那種…那種收費這樣 好像要做一個大大舊紀念出來這樣 那我就覺得很浪費 就是不想做那些東西出來 就是下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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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樣之後又沒有什麼… 就是之後又沒有作為這樣 那所以我就… 就是盡量避免就不想去做這件事情這樣 那所以就一直拖下去這樣 就是遲遲還不能夠正式這樣再決定我 應該還要做什麼作品呢 那之後我就… 就是再聽… 就是我一直在問… 好像見到其他作品是怎樣的 或者是擦線的關於什麼 很少大方都是在講現在的主題 講的那個華麗博士那樣東西 很多都是跟那個中華國家 跟中國一樣有關 之後就提起了一些不同的作品 自編上是貼到這個主題 但是看到我沒有滿意 沒有一件他覺得是滿意 最後我就想了 有去做回那個博士那樣 但是跟那個博士那樣東西完全無關 對於我來說那種羞恥那樣東西 或者是對於覺得做不到什麼 或者是作品那樣東西 就是一種恥辱 或者是一直都有這個想法 我正式去寫下 我正在一起讀書畢業的時候 那我就借用 借用盧蘭巴特的一句話 就是他說 就是在自己作品面前 有一種感覺就是 什麼都形容不了 就是一種羞恥的感覺 就是又不是興奮 又不是覺得很生氣 我不太記得實際上是怎樣 不過我自己就借了幾句 就是在我自己作品面前 我自己都是有作品面前 所以我就盡量是 基本上是 不想自己的作品旁邊 可能有些遊說家會很威風 自己的作品旁邊這樣 吸叉手臉上 但是我是 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 就是我本身就會避免這樣 跟那個 就是這樣想上關係 可以給人 所以這個作品其實更加多 是關於我自己的想法 當然也都可以有很多人生的可能性 去講 可能之後就看到 關於藝術家的身份 的反應 藝術家的角色 那個問題 那個字面就很簡單 就是來自卡夫卡審判裡面 那個小說主人公叫K 叫Joseph K 那我自己的性格是K字頭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分黑語 這樣去 我自己簽名都不懂得K字 這樣 所以就好像聯繫了我自己的身份 下去 所以用到最後一個說話 其實他講最後一個說話 就是like a dog 然後他就說 好像那個手指是會 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長久 這樣維持下去 這樣好像一個作品的狀態 就是這樣 如果我的作品更加多 的話 他都是將我自己 沒有人的手指更加多 所以可以補充 所以那個《石碑》裡面其實是 也都在講我自己的作品 然後怎樣去處理 我會給了一封圍書的字面 所以也都是 就是在講這個作品圍合 我到底是應該怎樣處理 一樣東西 也都是我會交學給一個 這個圍言 交學給一個信任的人去做 對 因為我一開始記得 你剛剛已經講了 所以這件作品 你的死因已經會切副嗎 那 所以你唸那個圍書 是要等 你先走了之後 交代Anthony 要怎麼處理 那如果他 給你先走 其實我就是 我就是考慮到這個可能性 應該是比較大 所以很放心寫這個位置 那可以 那可以 因為這是 還是屬於你們兩個人之間 就是那個遺書的內容 只有他看得到嗎 理論上 是的 其實我沒有很清楚 這樣講明這件事情 可能我 還有很長時間 可以很清楚 去交代這件事 究竟應該是 他的事情 怎麼處理 因為上個禮拜 就是有一群學生來看展覽 然後他們對於那個遺書的內容 就很有興趣 他們就很想知道遺書裡面寫了什麼 然後但是幾多年的學生 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說如果他想要收藏這件作品 那遺書到底是歸他 還是歸Anthony 這個問題我也有想過 其實就 就是我自己想到一個方案 就是那個方法就是 如果真的有他收藏這個作品 他不是 就是我會附帶一個條件 就是到我死的時候 一定要 將那個遺書去交給雲子健 就是他沒有權利去 所以說永遠去保存這個作品 好 如果大家等一下 對那件作品或遺書 還有更多問題的話 我們等一下可以開放 觀眾直接跟觀眾之提問 那接下來我想要問Doris 就是 他這一件作品之前 他是舊作嗎 不是為了這次展覽特別先做的 那可以稍微跟我們談一下 當初創作這件作品 你選用了過期的花跟水果 那這個部分可以跟我們稍微談一談 這個創作的過程 其實這件作品就是上年的時候 參加一個活動 就是鄧小華撻展的 那個活動就是在藝術作品裏面 出現了麵包的一個象徵 麵包就可能象徵你生存 你經常說我選擇麵包還是藝術 那個活動就是這樣 那我就做了外面有麵包的成文 那就是給那個活動 那就是 為什麼這件作品在這裡出現呢 就是雍子健選的 那花那個就是 再想下去的時候 就是給這個展覽做的 就是他選了 但是我自己都會想一下 就是他跟我說的展覽是關於羞恥的 那所以都會想一下 究竟那個羞恥是甚麼呢 那我就覺得 講了一個故事 就是在村上春樹的一個短篇 叫做Yesterday裏面 有兩個男生 一個就是關西人 一個就是東京人 東京人的那個男生 就喜歡了一隊關西的棒球隊 那自此之後就 講一口很流利的關西匡 那關西來的那個男生 就因為來了東京 就想融入這個城市 講一口很流利的東京匡 那他們兩個呢 相遇的時候有一次傾談 就講說 就是那個關西人就問 沒有理由喜歡對球隊 喜歡到要說關西匡 那到底是因為甚麼呢 那男生就回答他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可能是類似一種 講一個語言的羞恥 可能你講哪種語言 你會覺得羞恥 可能我那個男生 也想問清楚一點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你說講一個語言的羞恥 那他就說 好像你跟家人一齊都會覺得羞恥 接近那樣的 然後我就想 可能我經歷的羞恥 就是都會 譬如我消費的時候 我會羞恥 我講床的時候 懷疑自己沒有了道 我又會羞恥 在日常生活的層件上面 他經歷這個羞恥 可能比 你說獲齒的層件 是更加頻密 或者是更加日常的 可是我的很 可是我會老是有受不習慣 我們這次這個系列展覽的主題 叫做 也許說抵抗太過沉重 其實當初在命名的時候 就是 其實主要就是守到這兩位 他們作品的影響 因為我覺得從他們的作品 跟剛剛他們跟大家解釋的 你可以看到說 雖然跟黃慧也好 他們是用一種很幽默的方式 從一些日常生活 我們可以自身貼切感受到的事情 把它轉換到他們的藝術創作上面 所以當我們這次的展覽主題 是在討論這個很嚴肅的 一個國齒的問題的時候 但是你從他們的作品身上 你卻看到用一種很輕巧的方式來 不是正面的去做抗爭 或是革命走上街頭 他們反而是用另外一種很幽默的方式來回應 我們會一直重複播放這個影片 是他們之前 一零年的時候 創作了一個 憑見夫妻百事哀 那他這個只是一個 五分鐘的節錄 那當時他們是在 那一年的 阿爾巴紘的畫廊展示的時候 他們想要呈現的一個感覺是 這裡面的夫妻 他們是末句都沒有對話 可是他們是 截取了非常非常悲慘的故事 但是他們是在 藝術博覽會的現場播放 就是當大家在看一些很名貴的作品 或是在收藏買賣作品的時候 然後他們的作品 這些影片內容呈現的 卻是一個非常非常悲情的 一對夫妻的故事 所以我感到很好奇的是 他們的作品好像都一直在顛覆了 大家所謂對於藝術品的價值 或是藝術家身份的一個想像 像剛剛官上是覺得說 看作品都是一種很羞恥的感覺 但其實大家可能都很熟知 你知道他們是像中文大學 正統的美術訓練出身的 那我很想要問問二位是說 為什麼在受到正統的美術教育訓練出來之下 創作的作品卻是不停的在顛覆 他們可能被以往被教育的 對於藝術教或是藝術作品的 一個價值的想像 我想其實中文大學也不算很正統 可能是 其實也不算是 不過因為分講沒有什麼選擇 就是作品都在說 反而那時候老師經常都會 不小心地提倡 覺得藝術家比較反骨 比較欣賞 我覺得反而是很傳統的 如果乖的學生 通常都不會拿到很高分的 但是如果你是 其實讀書的時候 你不會做到很高水準的作品 但是你可能是 這個態度上 你是去想達一陣的 那就容易些拿高分 所以那時候我就 如果做這些科目 就可能可以拿到很高分 但是現在當然回過頭去看 其實很多都是很水準的作品 但是可能看那個 那時候教授就看那個價值 就覺得 他為什麼去看 去創作這件事 我想是 對他們說那個盡心是這樣的 我想是那個 那個教育那個程度 可能反而是這樣的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自己真的好 很瘋狂 我覺得 我覺得 譬如說 好像 Foucault說的 如果你的瘋狂 真的是男生 留長頭髮好像女生一樣 女生又好像男人一樣 這樣 各種事情都要 嘲弄他 破壞他 這樣才能瘋狂到 所以 其實 可能有些遊戲 有些開玩笑 但我很少說用編幅這個字 要來擺著 後來就是有點累 因為我該等我的番茄 那一天不太像廣東喔 我好很深 主要其實剛剛會想要問他們 好但我誤會就是香港中文大學 其實不是正統的 但是其實可能因為我覺得你們蠻有趣 你剛剛覺得說就是要以一種比較反叛的態度 來面對藝術才會拿高分 但是我覺得這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創作的方向 那就可以其實回到我們其實現在這個主題 其實想要討論的 我很好奇的是說 你們雖然一直一貫性這種反叛的態度 在面對你們的創作或是面對一些社會問題的時候 使用的一個方式 但是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到去年 香港發生了這麼重要的社會運動 那這個運動它有沒有改變你們的創作的方式 其實因為我從來了香港之後 其實跟了一些藝術家朋友在聊天 他們都覺得去年發生的事情 就是對他們的某種 在創作上面好像開始去思考一些 一些跟以前不一樣的創作方式的改變 那比如說關上是之前的那件鐵馬的作品 那我想好奇說 鐵馬是在戰爭之前做的創作 那經過去年的事情之後 它對你自己本身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如果再讓你去思考水馬這件作品 你會有不一樣的表現方式嗎 我想其實那些問題是一直都有去想的 所以對於我自己來說是一直都會想的 所以發生去年雨傘運動 我想不是說沒有影響 我想一定有影響 但是一直都會去想 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就是在不同的身份裏面可以做到什麼 或者是從開始服藝術的時候 都會想一下究竟藝術有什麼價值 這件事一直都會去想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好像 又不會有什麼改變 或者是影響其實又沒有什麼 可能是 我覺得一直都是從這樣的態度去做 如果純粹說一個作品來說 一直都是這樣去想去做的 反而是如果一些親身的感受上就是 譬如如如雨傘運動之前 譬如那時是東北撥款那些 之前那幾天也有很多人在外面聚集 那就是一天兩天我沒有去到 但是那個心裡很不安樂 什麼都做不到 反而是之後又去的時候 就覺得反正都做不到事情 做不到自己要做,要做,要做,要做 那麼多問題 那麼在家裡工作的時候 那不是出去好嗎 但是不會去想 我出去做什麼 或是有什麼價值 那件事根本就 就是不會去想 跟我自己的創作有什麼關係 跟我是完全無關的事情 只不過是都算 都算有沒有 就是我都是在那個狀態裡面 都不能夠去做到自己的工作 反而是這樣 那其他作品我也不知道 就是如果說 其實我沒有說因為受過 受過文章這樣而做過任何作品 甚至乎我可能會盡量避免 去做那個作品跟它有關 反而是會 如果之前的作品 其實我想很多的想法都沒有改變 好了 有些事情可能是 就是之前純粹是一個很荒謬的幻想 就是反而會見到在現實裡面 它變成一個現實 就是一些我之前都能看作品 例如《胡椒漢夢》的作品 在現實裡面真的會出現一些類似的事情 反而會見到現在的現實情 是挺不荒謬的 很開玩笑的 我自己都會覺得是 就是那個親身 就是作為一個普通市民這樣參與 是對我來說比較有效一些的 譬如因為我弟弟是網上的媒體的編輯 那可能我真的幫他做圖 那些我會覺得比較有效 但當然我依然是覺得 那個運動裡面的作品 他們是有他們的效用 可能我們的作品在我們平日出現的方式才有用 也不會說特地想為了這件事要做些甚麼 就是你給我一張紙 我會說摺八摺 他們都不會摺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是可以參與的方式是不同的 還有我其實都依然是相信 就是作品它的作用是 就是很厚圖地說 可能提升了某些意識 大家在儲存了一個 核心膜 大家在等著第一百隻猴子出現 這樣就可以改變社會的一些東西 可能不是在那個 就是那個critical mass的意思是 可能第一百個人覺得我們真的需要民主 然後他就會改變整個大圍的意識 就是我相信作品有這樣的力量 但是就不知道誰才是那第一百隻猴子 可能我下一個觀眾是想這一樣 我覺得剛剛他們兩位的回答蠻有去討論的是 為什麼剛剛 比如說觀眾剛剛覺得說 你不想要直接做一些作品是跟雨傘運動有關的 但是其實回看你之前一直的創作 就算雨傘運動沒有發生 你還是你的作品其實是很深刻的在關鍵 香港發生的一些政治性的或社會性的運動 但為什麼你今天讓雨傘運動這麼大力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反而覺得你要避開去對它直接的回應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很簡單就是想 就是想不到一個好的作品 因為不做到今天 避免去做一些差的作品出來的 就是我沒有能力去面對這件事才想到一個好的作品 那當然是不做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某程度上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對於我自己來說 它不是一個好的作品 對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看著 她應該對那一陣子 你快點翻臉抽 這個東西 你快點翻臉抽 借給 借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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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對 我覺得其實這真的是一個滿有趣 去討論的問題 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藝術家反而會產生一種 焦慮是因為可能 我們沒有辦法有一個 實質的好像去 改變一些什麼 但是這個本來就不是 藝術家的身份 藝術家的責任 因為那些是 政治人物 每一個不同職位的人 他本來在面對這些事情 他就只有不同的責任 所以很多討論就會在於 藝術家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因為在去年的 三月的時候台灣同時也發生了 街頭運動 然後那時候就激起了非常 非常多的討論 到底藝術家或是藝術作品 在面對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到底我們的位置是在哪裡 或是我們可以做的改變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其實也是 這等一下可能也可以來聊一下 就是這個展覽 你們可以 這個展覽其實想要表達的 也某種程度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 你在上一次我們的討論 在座談裡面 就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是他們希望呈現的是 展出的藝術作品 他們不是只是 某一種運動 而是他們是有各種 在任何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都可以做為一種 一種說法 一種詮釋的方式 就是藝術他應該是跳脫 單一世界的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藝術家或是藝術作品 他的中立性 對不對 就是你說的 critical mass 對 對 然後 其實剛剛就是觀眾是講到那個 做那個 pepper spray 就是他跟 Doris 也是合作的一件作品 就是以一個 呃 女演員 女演員 對 就是那支影片非常的有趣 就是 Doris 扮演一個 呃 就是女演員 在教大家怎麼 製作那個花椒水 那所以他們 呃 後來就是在 呃 去年 香港核心價值 那一件作品 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合作 那那一件作品 呃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那可能很多觀眾不見了 你們的指導 你們可以大致稍微跟大家 解釋一下那件作品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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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說那個 我錯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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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八九 唐唐就說 捍衛核心價值 是我們最核心的核心價值 那個作品的title是這樣的 其實是一個好像活動一樣 我們就做了一個 真金的金幣 上面就是寫著香港核心價值 然後就做了一個活動 就是你投票寫什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那你可以投 你要這個金幣 或者你扔到維港 就去一個圓圓為香港 投完票之後 我們收回來的那些票 就抽了一張出來 那票就寫著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長毛 長毛 長毛 所有的聯絡資料都沒有 方法 我們就用了很多方法都找不到那個人出來 所以就找了長毛 然後他會接到長毛 然後就上遊艇 然後他出海 他就很開心 就是抽到金幣 然後我們就問他 你要這個金幣 還是會扔到維港那裏 幫香港有什麼願望 然後他就選了我 要這個金幣 然後他就說 大家知道 他寫文年有沒有錢 有很多官司 沒有值得過 然後他就選擇了他要這個金幣 其實都沒有正式問他 其實他一直都是想要的 他一直都想放在袋裡 然後他為了遇到鏡頭 所以他才要拿著在那裏 還有這個作品就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是政府分析的一個項目 然後就去了長毛 就去了長議員的袋裡 長議員就是出名了放生 還有他很好笑 就是他抽到的時候 他就說 我都很害怕 等等被人騙我 因為我突然中了一個金幣 所以很害怕有人煮他一項目 你是不是想服他 其實因為我弟弟 就是之前做過他做過你的 然後他就說 原來我幫他姐姐 應該不會變我一項目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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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金幣還是6.4盎司 那當然選6.4盎司 那場議員都帶著那個選4.4盎司 金幣繼續去6.4盎司 是 有 他其實 即訪問那個時候 他其實馬上也有 我們有問他 他想他怎麼用 他就說捐給社民營的周年籌款 就賣了去作為黨的益魂資金 之後他真的請過我們去他們的周年晚會 正街明日立立的 他們其實有很多籌款的活動 例如單出新書 有本簽名的書 就賣例如六百元 都很難賣 很多新書人買那份 我們那個標價是十幾萬元 根本完全沒有人問津 全部都在窮 然後長廷就說 這些東西看過我們 大家不可以免購去籌款 後來就說 然後我們就說 不如你們用來用去算吧 很好笑 場議員就說 拿著一個金幣籌款 這個金幣就是藝術家捐給我們籌款 但大家眾所周知 我們社民營是窮人的政黨 好 大家不要勉強 然後就 投了幾年的 之後我們真的找了一個收藏家賣的時候 社民營也有個員工來到 他說終於買得出 他說其實之前有一年都差不多買得出 但是阿牛呢 就很喜歡鬱別人 人家說出十二萬 他說十四啦 然後那個人就趁了台 所以就搞了兩三年 就終於找到一個收藏家賣了 因為我覺得就是用這個金幣的隱喻來 來跟當時市民去詢問他們覺得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然後雖然就是剛剛講到長毛很快就把金幣收起來了 但是在那個影片裡面 他其實講到一個蠻有趣的點 就是他覺得香港的核心價值來自於危機 那我覺得其實他從這個點來 就是覺得他來定義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很有趣的一個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反對黨的身分 那你們自己當他跟你們在講這件事情 你們自己的看法是什麼 或者是在選票裡面 大部分觀眾覺得對香港核心價值是什麼 有些什麼 就是法治啊 不過去年真的 雨傘運動的時候 大家覺得政府真的留守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起在那個活動裡面收到一張是寫安全 就是他一個市民是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安全的城市 我那一刻就想起那一張票 現場大家 因為今天機會真的很難得 就是他們兩位能夠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想把多一點時間開放給現場觀眾 有沒有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問的 我記得我記得我們在一開始說一些羞恥的東西 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說說羞恥的東西 你們的作品都是回應羞恥的東西 你可以拿出來說的時候 你們的作品也是回應羞恥的東西 這種羞恥感是否已經不再存在了 對我來說 應該不會不存在 好像我自己的書那個說法 就是它應該會比我更長的存在 我也覺得應該不會過分到 如果藝術家不羞恥感也很恐怖 那些人現在 那 還有就是很 很羞恥之心 是呀是呀 很害怕 還有我覺得那個羞恥不是說 不是說那種程度去到令你一缺不振的羞恥 那種真是很平常地經歷的羞恥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 剛剛Doris說關於抽象的那一回 你說覺得 我覺得這個作品做得不好 那種以為為抽象 那有兩種狀況 有一種狀況 那些人會覺得那個 藝術家本身的那個行為 或者他本身的想法 和他做出來的作品 說的話是不等同的 之後 那些人會覺得這個藝術家的行為是抽象 又或者你剛剛說的那種 那但是 剛剛說的那種很多時候就是 出現一些很熱情的學生群 那種像 好像很多次結束後 一大陸的學生就做了一些 原廂運動的展示 就是他有時候的作品都是不好的 但是 但是那種又是 會不會是你覺得 都算是抽象呢 如果他當 可能我說的第一種狀況 就是說藝術家的行為 和那個作品 那個想法是不等同的時候 那當那個 藝術家的identity和作品 是分開了 而作品是正確地 傳達到他的訊息的時候 那這種情況又是怎樣去處理 我剛才的意思就是 如果這件作品是不好的話 就是會 被人說抽水的程度 是會更加嚴厲的 但是我其實 剛才說的只是一本開玩笑的 就是說很多時候都 就是很難控制這些東西 因為 但是你發表那個作品的譚明 你什麼時候做的 你在什麼場合發表等等的東西 才會構成他 就是是不是抽水 譬如說 舉個例子 譬如關上誌 那件鐵馬 那你呢 那你呢 就是 政府一 經常都行鐵馬出來 攏住那些示威區 他就馬上發表了 那他就會被人拿去抽水 但是他不是 那 他就是這些事情 還沒發生之前 那你就會覺得 啊 預言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的計劃 還有你什麼時候 就是你在哪個場合 是 就是 怎樣說出來的方式 都是構成他 是有沒有 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就是 其實我們不是這麼 好好的 你不要 我們學生姐做到作品 你又說我抽水 這樣 其實我不知道 我是很溫柔的 對待一些學生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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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 你作為一個 惡事家 可能你剛好 你真的願意在 這一個月 這一日 發表這個作品 而剛好 真的跟紙巾一樣 令你不像 偷偷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避免這件事 我沒有答案 這是假設的問題 因為我是不懂 抽水的 你說要計準 就是 可能 你真的那個時間 是 準備發表那個作品 是你一直以來 好像私下的一個創作 但是剛好那個環境 就令你好像抽水了 那你會不會 就是 你還是會繼續去 在那個時間 就是那個 對你不利的時間 去發表 嗯 不知道 你不懂得照片 假設性的問題 因為真的 還有 有時候 那些事情很難說 可能你那一刻 可能有人會說我抽水 但其實觀眾 其實都是善良的 都對我好好的 都是去馬 真的很難說 那麼多 就是可能性 對 其實我覺得價值 就是要抽不抽水 就是 我其實也不會說 很著重 就是一種原理 因為大家茶魚飯後 一定會說 誰做什麼 就是 做得那麼差 就是 就是 類似這樣 就是 一種茶魚飯後的 事情 就是 我們 就是 我反而會擔心 就是 就是之前都有 譬如有些講座 就是 就是 說關於性能有關 基本上我都避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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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一種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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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就不想說 其實 其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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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就是 如果說 就是 如果去講關於藝術 都是 有什麼 的關係 等等 就是 我都沒有什麼 可以在裡面說 但是 如果說 就是我自己藝術創作 是一個 比較本身的關係 我就還可以說 但是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我都會擔心你 就是 就是 說 幾延期送 醫生 運動和藝術 我都很害怕這個美人獎是出來了 但我沒有介意 就是一些不介意的 我想我自己有一個回應 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這麼平面的去詮釋 如果今天一件藝術座沒錯 就是沖水這個概念 我覺得他好像沒有辦法那麼一刀兩面的去覺得說 作品的出來是不是就直接跟這些社會運動有關係 或者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是詮釋的話 好像把藝術創作或是藝術家這個身份看得太簡單了 那當然你說 他只是一個做創作的人他的身份 他是透過不同的媒材跟方式去回應 當時他對於這個社會跟他生活在這個環境下的回應方式 但他有各種的表達的權利 那當然我們都可以來討論說 這個東西他的有效性是什麼 或是他是不是所謂 那這個東西是另外一個 有具體率不能講 只好 我相信所以 藝術才會有高有低 或是在展覽有好有壞 這個都是可以拿出來討論的 但是的確我覺得現在就是 到了台灣其實也面對相同的討論跟問題 就是說當社會情況發生這樣 很明顯你會看到 突然一握握握握是在討論跟太陽化運動有關 有藝術家 馬上創作就是跟那個時期有關 所以我覺得 所謂這種街頭運動或社會運動 它容易去以它們作為議題來做創作 或是這個類型的低速作品或運展覽也好 它是因為它很快就可以產生效應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在討論效應的問題 就是你當初馬上去碰觸到限時 Urgency 在討論的問題 你當然很快就會有一個回應 但如果你迂迴在講別的事情 也許你想要討論的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時間跟時機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覺得好像很難 就是直接這樣一刀兩邊去看 這件作品跟當下的這個連結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拉回大的時空跟大的脈 或是長一點的時間去看這個展覽的效應 或是這個藝術就要創作 但是我其實很好奇就是策展人 你到底對這個問題 沒關係 你今天還是可以分享一下 剛剛這個問題 你可以回答一下嗎 抽水 我覺得 無論是不是抽水 我個人都是比較避免去 如果作為策展人 我是比較避免去做一個展覽 直接關於某一個時事的議題 沒有關於某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 或是具體的時刻 因為這些作品很容易 因為特別是剛剛發生的事 如果它是一間歷史的事就不同了 如果譬如說剛剛兩個發生的藝術運動才算 那我立刻做一個藝術運動的作品 我會覺得我比較難去看清楚這個作品 它真正的價值 我會讓它的主題 我們講一下即時性回應時事問題的作品 是比較難去 對於我如果作為策展人 是比較難去看的 但是另外一點 它說 如果學生做了一個回應藝術運動的展覽 但是它裏面的作品可能不是水平那麼高的 我覺得是不會有問題的 而且這些學生 如果說這些學生是抽水的話 這些學生應該是完全不理會的 或者說錯了這些人 因為對於學生來說 是沒有所謂抽水不抽水的 它是表達到它關注什麼 或者它是做一些實驗的 所以對於學生來說 根本都要關注這些話 但是如果你是已經一個成名的藝術家 然後你仍然這樣去做 你很明顯的人 就是你根本對這些東西自己不關心 突然之間你就會去做 那你就會抽水是比較針對這些人 比較少是針對學生 所以就不用這麼說 我說話比較敷衍 對不對 好 大家還有其他有什麼問題嗎 機會難得 有一點複雜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是在想著 其實想聽她的說 因為 但也想聽多人說 我在想著 第一 我還沒看這個展覽 不好意思 我待會再看 但是國次這個問題 我很同意那個擇展那個方向 就是說其實那個是一個大論述 也是一個以色形態 那個mandate 就是說我們那個國家 或者那個國族的目標 就是要去 要去現代化的話 就要去西方化 於是就能夠搞定那個國次了 同時間我在想 我們去加入那個壞 其實有距離 一直有不同的距離 或者不同的 times of shame 在這個論述裏面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同時在這個場合 或者這個展覽 這個論述裏面 是撥走了 或者put aside了 我們仍然需要對西方的一種批判 當然那個西方 我們已經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 其實已經投入了 Formal West The West 但是我想說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個西方不行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 其實 我們去 就是這樣說 其實我們去笑一個 我們去笑一個 一個不work的制度 其實是容易的 我們去笑一個不work的制度 是容易的 而我們去說 其實我們可以很多方向 來去挑戰 或者去繼續笑它 或者去繼續去offer descent 是重要的 而那個人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我們怎樣去生產 另一種politics 來去針對 去針對 或者 engage with 一個 我們都不知道笑的 對象是誰的 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我想都沒有問題的 不過是 聽你們說 還有看這個作戰 所以 四月的時候 也會想過 那個人說 抱歉 我還未有錢 但我等一下可以散開 那就是一個分別的 剛才你們說的抽水 我是 我 就是 Appreciate Anthony 最後說的東西 是很同意的 但是我其實在想 就是從何時開始 抽水變成一個這麼大的罪行 就是在某一個層面來講 我會覺得其實 他說抽水是一個大罪行 其實我某聲音說 抽水最悠悠的位置是甚麼 但你剛才明明說就知道了 但是那個 我的意思是 但是如果我們很普遍地去 很容易地說 或者你抽水 其實那個 意思是正正是 抹殺了我們作為公民 要互相能夠回應大家的那個空間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說 聽一下 好的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 你試試這個不合理的系統 都沒有 不合理的系統是甚麼 這是甚麼 就是沒有學會的系統 也就是不合理的 我們是沒有一個 合法性或者 是贊助成交際的軌道 我不是說 還是有何 沒有 就是 沒有 I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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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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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的策展论述里面说东西方中部下一百里的 其实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种误会对一个看完论述未看指南 特别容易发生 不好意思 但是都可以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说 根据我理解 当我们批判中国 常常都说自己是现代理史上的一个受害者 就是被西方压迫之后 我们要自强民族去抵抗西方的时候 这个展览好像是批判这个东西 从而是认可西方 给你一个这样的印象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是说 因为法连过此也好或者国家自强 这些概念 如果它在一百年前成立的话 现在它再一次被人拿出来 给一个权力 给一个权力拿出来 要当民族主义的诚实力 就是说它经常都用来说 就是我们国家要统一 国家要强硬 其实是在解决一个历史的问题 因为我们国家是不够西方历 所以一定要如何统一 包括修徒台湾 诸如此类 中国人 这些问题就会出现 其实我想说 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政治的工具 就是用来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做 但是其实现实的复杂性是复杂很多的 就算在国家里面 或者在中国或者在中华 文化里面 都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政治 与国家制度 意识形态 各种想像 而不能够单纯去这样讲 是我们对西方 正如西方也是一个很复杂 还有一个很多外戏 所以我想说的问题 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我想说是应该回到一个更加日常 或者更加真实的角度去思考 就是跟这个 其实是跟这个大论述 拉开距离 这个不是问题 第二点我觉得 抽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外戏的 这个方法 但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我和那些人抽水 的确是有些人 没有很可悟的 但是我觉得抽水 抽水这个作为一个文化的形象 就是跟网络有关系 因为网络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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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网络是不需要说你的身份 也不需要被人追问 你说他抽水 那你的立场是什么呢 所以他是比较容易 不负责任的 即我很容易打一句说他抽水 但是如果你在网络上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不会有人追问你 那你觉得怎样 那你如果不抽水 你觉得怎样做才好 即是不会这样 即是现实生活不深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不负责任 而且是简单化的评论方法 所以是有害的 的确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很难说 就是怎样分这些东西 是不是抽水 还是不是抽水 但是 总之就是分得到 而我会觉得那样东西 就是造作品最基本 够不够真诚 即是如果你是 真是拿人来消费的 那你真是会觉得你是抽水的 这样 即是 一些关注都没有 这样平日突然又这样 那种就不会说 是啊 人人一说就说他抽水 那些 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报道 我觉得 关于是否抽水的 但是 我觉得反而可以说 可能我之前想补充的就是 就是 刚才说到那种身份 或者关于主题 或者作品那种收贵感 或者是 没有外交社会 可能会讲到的 或者是中国人 或者是否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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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不会做什么作品 那种 就是 我觉得 就是 就是 面对这个社会 反而我會分得很清楚 是那個衛術家的身份做些什麼 還有作為一個社會的一份子 是做些什麼的 如果從他去想 我可以在這件事 作為衛術家的身份做些什麼 我覺得好像有點奇怪 甚至乎應該更加去想 我作為一個功能 那個身份做些什麼 所以如果譬如 一直都會想究竟藝術有什麼 即是一直都是一個煩惱的 即是會覺得藝術有什麼樣子 好像現代藝術 即是開始的食慾放就是好用的才藝術 所以達到之後就 藝術家都很煩惱的 那那個是一種很強烈的收入 即是藝術家很想看黑 所以就經常想這件事 究竟我想些什麼可以 可以幫到這個社會 那有些就會被藝術家 或者這個根本就是解決不了那個問題 對我來講 根本就不需要去考慮這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 即是如果他去幫你 就要用那個公盤的身份 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面對那些事情 你還去想自己的職業 可以去做些什麼 我覺得好像變成一種自私 即是那個問題在那裡 所以對我來說 我一直都會保持著這個收益 即是我也會覺得是做不到些什麼 但是 即是如果你害過那個事件 即是與三人同學的 可能我會更加 在這個國際上的收益 我是沒有了 但是你說那個收益在哪裏 我會更加在這個公民裏面 做不到的事那個收益 變得更加強烈 即是我可能 我沒有全身去走去最前線這樣 只不過我自己去看 可能這個收益會更加大 有時候會覺得 還沒想到 即是如果你說 真的有沒有那個位置 真的你是藝術家 才能做到 那我覺得 我應該都會很容易去做 但是暫時還沒見到那個位置 可是我一直都會想說 我可能想要多指教 我可能想要吃 會有機會 謝謝 Danke Wendy Yao 為她操作 有這麼想 我會覺得 你怎麼會進行 而對 你怎麼會進行 或是 要是 理性 between being an artist and acting in certain ways and being a citizen. Now, in my mind, as an artist as well, these are not disconnected categories and certainly not emotionally or intellectually or socially. And in everything that you do, and I had just, I guess, a preview a little bit of your practice, your practice is very much a social practice, a practice where you understand art as a social process. So in that sense, I don't know why you want to insist on that separation so much. So that's one thing that I wanted to bring up. But the other thing may be not so related to Antony. Antony, to you. The two academies that you've created inside the exhibition, can you say something more about how that came about? What is the role of these two academies in the way that you think curatorially? So maybe we can start with you, and then, is that okay?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insist on the separation is the idea of being ashamed of what I did about my works. because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work in this exhibition happened. So I would rather admit that my work is worth solving in this political situation. Rather than, well, it's just for myself, actually. It can be different for other people, how to see my work, how to interpret my work. But I think it's kind of the things that I want to remind myself that it's something that is not important. But if I really want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that I should try harder, especially in other fields, in the real world that is outside of the artwork itself is some kind of metaphor for me. Of course, I believe that some artists, they might use their work, or they can connect it perfectly with the social artists, with their own work. And it is actually what I hope I can do. Yeah,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if some artists can do it, but I would rather say I cannot do it. Regarding the two academies, I think there are several perspectives that I will talk about then. From a sheer curatorial perspective, the reason why we set up two rooms is to separate the documents with the artwork. Because I want artworks to be put in the highest position in this exhibition. I don't want them to be just the position with documents.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curatorial ideas of the exhibition, it actually has two very different layers. And the first one is the big historical layer, which we use as a common background, for a reason, to legitimize ourselves to invite artists from China. It's an imagined background, maybe. It's a kind of historical concept about China. That's why we want to include that in the exhibition, but not through the works. So what can we do? Through the documents, through the archival document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don't want it to be too historical, because we can't do a historical show in Parasite, with the limita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limitation of time projects, the British Museum. So we can't do a real historical show. So what we can do is to put it in a humorous kind of manner. That's why we call it an academy. As if there are two rooms for you to learn about what immunization and shame means in history and in reality. That's why I set up two rooms to be quite an academ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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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Anthony and the friends from the audience to talk about which is a great Picky Jazzen, is that right now we are in Hong Kong, there are some of the Fixies in the presentation, while we have a lot of fish in the chat, or if we chose a specific event, then like we can see a festival, in the island of the music. 但是同時有些是他搞了一個很大的群組演 但是我好像都看不到他有什麼聯繫 那你們的角度來講的話 現在香港哪個聯繫是比較尖端一點 或者你們覺得其實這個是不是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都有其他的方法去查詢 他直接探討 不是 他很不客氣的說 怎麼你先講話 欸 我還要訪瞄這個人 那我來這裡就是雷哉 那這是我的 是一樣道理 所以不要管啊 不要平啊 但是他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社長認輸 跟作品 就是實際上這個展覽 能講的這個落差很大 他覺得很合理 他會 他會 他會不會 對 他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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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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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的確 你覺得沒有太大的 作品跟測獎論述 沒有太大的 關聯 我真的不是針對這個展覽 哦 我剛剛不想說 我滿有關聯的 對 當然就是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嗯 我覺得我可以 當我在看這樣子的展覽 的時候 第一時間 就是作為一個自己也在 從事相同工作的人 而言 我當然會比較嚴格的去看待 覺得說 嗯 為什麼 嗯 論述跟作品之間沒有對話 那 你當然會很嚴格的去檢視 這個策展人他的 他有沒有認真做功課啊 為什麼 嗯 做出來的展覽會讓觀眾有這麼大的一個脫離的感覺 那 但是 嗯 你看展覽其實 嗯 如果你再給自己多一點的時間 就是 因為為什麼展覽他一次要給你 五到六六個星期的時間 就是因為展覽不是看一次就可以看完的 或是你不是看一次 你就可以明白 就是 籌備了半年期間 這些 策展人也好 一出家也好 想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 如果我當下會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我可能會再回來看這個展覽 看了好幾次 直到如果 看了大概好幾次之後 我還是同樣的感覺的話 那就代表這個策展人真的很不用功 但是如果我看了很多次 我突然看出一個所以然的時候 那也許這是某一種的 我不知道 是一種策略吧 或者是 可能在策展論述上面 策展人想表達的 是這個方式 那他讓藝術家 來跟他做回應 有的回應是很直接的 有的回應可能是很迂迴的 有的東西他等於需要觀眾 作為那個中間的角色 來把這兩個看起來沒有關係的 討論連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看展覽 他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是他其實可以是很開放性的讓你去 做很多的詮釋 那當然有的展覽有的特點 他的方向都很符致 他沒有留給你太多的空間 讓觀眾去詮釋 他就是很精準的告訴你 我們想要討論的主題是什麼 選擇作品也都非常的到位 那這是一種功力很厲害的 策展人你可以這麼說 也可以說他想要表達的方式是這樣 所以,對,對,對